再来看到农历7月18号 姚池金姆圣诞 花莲圣地词汇堂总堂 举办圣诞即庆赞中原普渡法会 圆满后庙方特地将物资捐出 其中花莲施工所获得捐赠100份的普渡公品 以及2500斤的白米 而市长魏家彦及社劳科长 则前往颁发感谢状 来感谢信众大德 以及这个委员会的爱心善举 农历7月18号姚池金姆圣诞 花莲圣地词汇堂总堂 举办圣诞及庆赞中原普渡法会 而今年同样依循传统 将所有普渡物资 全数捐赠给全县14个单位 我们这个普渡就是 有的人就是说要参加这个爱心 就没拿回去嘛 不才说是这样 就这些东西就分配这四个丹尾 对啊 就大家都为这些民众嘛 那就是我们台湾人啊 对吧 大家拼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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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常常也在叫我 不是说让这个地人 可以拼拼吗 发开吗 不要让我们人心惶惶啊 而其中花莲市公所 也是受证单位之一 市长魏家彦除了亲自到场 颁证感谢状 也表示这批物资将会存放在 爱花莲食物银行 期盼能帮助到更多的弱势相亲 那真的非常谢谢我们 普度的一些桌素要捐赠 都可以跟我们花莲市公所 社豪客这边做一个联系 一袋袋物资里头装着面食 调味料 罐头 沙拉油等多种民生用品 这次捐赠给花莲市的有100份 以及2500斤的白米 希望透过市公所 社福工艺平台 将物资送给实际需要帮助的 弱势手中 记者徐立琴 捷衍箱报导 对看一会儿